大唐爬耳朵第一人是谁 选武门正殿的总导演之一 选某龄 竟然是七管炎 有次唐某宗请客 大家取笑房某龄怕老婆 老房有点喝嗨了 借着酒劲吹牛 老婆酸个屁 在家我醉的 我让她往西 她就不敢往东 那好 等会儿我送你两个美女 听到这儿 房某龄酒立马醒了 别忙摇头 这人你必须给我带回去 你老婆找你事 我帮你 房某龄无奈领着两个美女回家 卢氏看到后 破口怕怕 还拿出家法伺候呢 老婆 这真是皇帝非要塞给我的呀 次日房某龄就把美女 退回给唐某宗 唐某宗大怒 招了卢氏进宫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把美女带回去 要么你就喝了这碗毒酒 就算是死 我也不答应 卢氏二话不说 端起酒杯一眼而尽 看蒙了唐某宗 看傻了房某龄 这酒这么有点酸酸的 酸泥狠 哈哈哈哈 看看盘总文言文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 最后一天 看傻了 在并尽